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省心我们年还没过 只要没过到太后面都算没过 先过完十五了已经 没关系 我觉得整个二月份都当做过年 因为是很喜庆 很快乐的气氛 总是希望它能够停留的事情更长 对 没有错 今天是美女四方菜新春特别节目的最后一集 我们有幸邀请到凤凰卫视名主持吴小丽来到节目中做客 2011年我很衷心地祝福所有美女四方菜的观众朋友 我都吃得健康 然后生活得快乐 在工作外 在生活中 小丽姐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她又是怎样为家人打理饮食和健康的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那其实小丽呢 我们平时在公司里面都是很少人见到的 在电视上之外大家都在飞来飞去 对不对 昨天才从台湾回来 半夜才上完班 那怎么说呢 今天还给我带来了私家秘籍的这种 卤肉饭的餐单 我觉得很感谢 对 因为沈欣她搬新家 我一直还没有礼物 那我觉得既然是如此 就应该给台湾菜一点点这个机会亮相 美女四方菜 炸贡丸 肉粽 臭豆腐 还有这个比较流行的鸡扒 以及是这个冷鸭蛇 说到过年已经过去了 但是我想问小丽 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今年过年呢 我等于就是两边过 因为在香港过除夕 公公婆婆在这里 带着小家庭一起过完除夕之后 台湾有一个系书 就是年初二要回娘家 所以我们年初一就举家回到了台北 但是我们是直接全家人 因为我们家有六口自家嘛 所以全家人就到了台中的埔里去民宿 这个民宿呢 好浪漫 她的民宿那个房子不多 而她自己的成长 我一直觉得她是一个独身女儿 所以特别的骄纵 但是我在跟他们老师沟通的过程中 她竟然跟我说 她长大很多 我觉得老师的话是可以信的 而且英文老师跟中文老师都说很喜欢她 因为她会帮人 老师说需要发本子 要做一些义务劳动的时候 她就手先举手去做 我觉得这一点让我觉得很 欣慰 很欣慰 就是女儿真的会长大 这一点让我觉得很高兴 工作上呢 工作上的话 因为我今年 应该说2010年 我做了一些关于环保的事情 就是在节目中 或者是在我的 因为我刚好是广东政协委员 我有给政协提案当中 做环保建筑 生态建筑的提案 然后在生态建筑方面 我还真的希望去设计一个生态建筑 能够去让大家认识到 节目减排在建筑上也可以做到 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特殊的 是个社会工作 一年也很特殊 就是刚好联合国的 性别 两性平等的一个倡议 我们也参加了倡议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 这个是很人性的一件事 对对对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 第一来就是联合国重视中国 这样的一个妇女的地位的问题 二来就是妇女在中国 这种半边天的情况之下 会有更多的意识 告诉我们自己 女儿也应该自强 其实作为女性来说呢 我们的女次方在这个节目 一直在通崇独立自主 然后自信 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 怎么说自强的态度 对 不断地学习 就可以帮助你去寻找你喜欢的人生志向 找到适合你生活的工作 对 职业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职业当中 发挥自己的所长 去贡献社会 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 对 然后想说到无一轮比的快乐 对 而且不论你是单身 或者是已婚 或者是有没有立下一代 你至少把这种精神 都可以传播下去 跟你传递出去 而且要学会照顾自己 爱自己 这样子才会 就是你要最爱的是自己 我觉得才能够有能力去爱别人 我觉得还有一点是 应该要放得过自己 有些人对自我的要求很高 尤其是女性 我那时候在 会对一些 你这种困扰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的 一定要对自己 就是怎么说 宽容一些 对 对大家宽容一些 那指的一个宽容 我要听你讲了几个见解 因为你是一个要求完美的人 然后什么事情 都做得那么好 360度都很完美 很难 你是怎么做到 忽略一些的 我觉得现在懂得抓大放小 人生的历练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就知道就是这么回事 你反而会很宽容地看一些 后劲 他在犯错误 但是 他在犯错误过程当中 只要不要让他 错得太过分 会造成他的损失之外 我愿意让他们去犯一点错误 因为错误 他才会印象深刻 去此之后 他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他会在人生当中 自己知道怎么样 才是走最快捷 或者最正确 最舒坦的路 我觉得就是 心态上 越来越懂得 去舍 根取 这方面的平衡 我觉得这个 是非常可贵的经验 那如果说到2010年 刚才我们讲到了 最 怎么说对你来说 是很圆满的一年 那这一年当中 有没有最快乐的一天 或者是什么 我最快乐的 最开心的瞬间 就是跟我们家女儿 去澳门过圣诞 我觉得我们去过几次 但这次去 因为看了几场秀 然后大家都 他大了 所以能够跟我们 很多的回馈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大的幸福 那2010年 我还有一个 很大的心理的感受 就是因为家里的老人 年纪越来越大 他们可能进出医院的 机会也比较多 我觉得特别珍惜 跟他们相处的机会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今年过年 一定要全家出去玩 那是我倡议的 但是姐姐们组织的 我们一家人 开了三四部车 一起出去 我就觉得 刚刚过完年 大家如果有机会 反正每一年 大家都会回去过年 真的有机会 对付对家里人 常回家看看 这种机会是 买少减少 说的太对了 可能就是大家 也会有点感受 那还有就是 如果一定要问 说2010年 有没有遗憾 因为有 谢谢 我有几个遗憾 一个就是 因为真的很忙 然后几次去台北采访 我过家门不入 大爷 我觉得大不孝 就跟我妈打电话 然后到了说 我已经在机场了 要走了 这样就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 女儿其实有一些 学校活动 她可能很期望 她的表演我会在 就有时候 也因为出差 没有办法参加 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意义 所以说呢 那2011年 有什么样子 这个祝愿和期待 其实我最大的祝愿 是祝福所有的朋友 身体健康 然后心情愉快 那为什么能够 心情愉快 就像你说 所有女性朋友 他如果能独立自主的话 他自己会调适 自己的心情 身体健康 就要看我们的美食 因为很多人觉得 其实不从口入 这句话 不是医生说的 不是吃的东西 干不干净的问题而已 而是你吃了什么东西 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 不是说你不要 从地上点通 食物吃了 连强 关键在于说 你怎么样进行 自己一个膳食结构的搭配 对 没错 那我觉得 特别推荐于吃生肌食物 因为真的 很多人吃水果 我其实常常 跟大家在外食的时候 会发现 吃的食物全部都是肉啊 然后好吃的在前面 然后最后一到 上蔬菜的时候 大家吃不下了 其实根据统计 每一个月 每一天要吃五到六种 不同的蔬菜跟水果 颜色是要五颜六色 没错 而且吃的时候呢 尽量不削皮的就不削皮 去壳的不要去壳就不要去壳 一样都在里面 我看到还有很多其他本书 还有呢就是 这本书也 这本书值得大家推荐 其实因为我们大人 吃生机食物 我们可以强迫自己 但小孩子可能就要吃各种的合成食物 他们喜欢拿到合成食物就来吃 那合成食物后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标签就很重要了 有时候可能真的不明白 什么叫饱和脂肪 什么叫反噬脂肪 它的含量多少是对小朋友最有意义的 那其实这本书真的讲得很清楚 其实反噬脂肪是最没意义的啦 但小孩喜欢吃 就最好尽量让他知道他无意 然后也让他知道 他吃的这个包装里面 有多少反噬脂肪 然后这些反噬脂肪 如果吃下去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就从小让孩子们知道的话 它会稍微收敛一点 养成健康的习惯 这边当然我相信 就是给家里老人家准备的一本书 因为在香港 我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香港特别喜欢煲汤 那台湾人的汤其实是很淡的 清淡的 就放下去煮就好了 这是一个清淡的汤 但是香港人的包装就有各种的讲究 食物的搭配啊 搭配 然后人家的药材啊 头痛了 他们可能会偏拿包猪脑 没错 然后如果说去湿热 或者是说有时候太干燥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营养汤水 那因为香港的汤水又很浓稠 打固醇很高 所以要抗打固醇的包装 对 对家里人来 长辈来说呢 我觉得也是有新意的 这就是真的可以方便的什么重要 养生的家常药膳 单规枸杞 而且我还很喜欢 还有一些药膳很便宜 山药 其实枸杞也很便宜 对 山药啦 或者是说 我们现在以前 大家最喜欢这所谓农家乐 五股杂量 特别好 从阅读 或者是说 从书籍上面吸取来的知识 来更多的 给家里的一个健康的生活 和好的饮食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一个美丽的 职场女性能够为家里做的 祖父的这一面 对 我可不可以再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给美女四方菜的所有观众 我很建议大家喝蔬果汁 而且是用大玛丽的这个果汁机 来把它打出来的 因为大玛丽果汁机会把蔬果里面的所有 包括我会把和皮 洗得很干净 都一起放进去 它会打出它的叫做植物生化素 对于抗氧化 美丽 抗氧化是大家都已经听到的 每个人都喜欢抗氧化 对 然后抗这个自由基 然后防止生病 甚至是提高免疫力 这些都特别有帮助 还抓紧时间 请想了一节 为我们美女四方菜的观众朋友 送上2011年的祝福 好不好 2011年呢 我很衷心地祝福 所有美女四方菜的观众朋友 都吃得健康 然后生活得快乐 至于要祝福省心的话 我一直觉得 她是真的是入得了厨房 出得了清堂的一个大美女 而且是个才女 作为她的同事 我非常希望2011年 她能够找到一个特别好 特别好的桂树 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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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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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y bwd6